很紧张 其实特别特别紧张 因为这场完全是算是突破 完全就是让自己要沉下来 然后把情感放进去 然后细腻的东西要出来 所以这次压力其实很大 尝试不同曲风的孙小亮 害怕自己表现不佳 而显得格外紧张 他能成功完成对自己的挑战吗 是谁有陌生的脸 有谁能给我安慰 我守护的天性 也许它能够体会 这孤独让我好累 走到无辱可退 我还能相信谁 用多少听 用多少音笛笛笛笛中 才找到重点 用多少伤痛的心 还在不离开身边 用多少谎言去 掩饰彼此的不完美 要用多少的实际 让我看透一切 我没有任何防备 每方向到处的追 每翅膀却好想飞 我努力顺风跟随 黑或白找不到的绝对 全都是灰 用多少天 用多少年 对地地装装才找到终点 用多少伤痛的心 爱才不离开身边 用多少谎言去 掩饰彼此的不完美 要用多少的实际 就在前面那段 因为前面那段的音域太低了 所以听起来就会有一点点可惜 因为一直到后面才会感受到整个爆发力 稍稍有一点可惜 然后小亮 小亮的声音也非常好 那现在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在最后面 其实你整个东西是缩进去的 当你要小声在诠释一个事情 其实不是你缩进去 因为当你说进去的时候 你的咬字会变得模糊 好 两位在这一站到底谁能够胜出 首先看看王文的分数 请评审按灯 王文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 21 21分 好 不低的分数 接下来是孙小亮请评审按灯 孙小亮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 好友对决双方都使出权力迎战 孙小亮能否击败王文呢 接下来是孙小亮请评审按灯 孙小亮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 18 19 20 21 21 22 好 胜出了一分 智炫老师给了他6分的满分 因为我是就孙小亮原来 以原来的唱歌方式 那你这一次呢 我感觉到你可以放下一些 你之前的东西 我觉得这种改变是看得见的 那这一分算鼓励分 因为我觉得一定要分出胜负的话 我觉得在这上面来讲 小亮的突破会 会比较多一些 其实评审有感受到小亮是在往那个方向前进 可能还没有做到很圆满 所以老师都保留 可能就给你4分 但是这个智炫老师也说明了 他鼓励你往那个方向去 那这个也是你们两个要互相多多相处 接近的原因啊 我们有时间就跑步 跑步的时候就聊选歌 跑步聊选歌 等会你们越来越会唱 跑步还可以讲话的 对 真的啊 还带着陈柯彬一起跑 哦 那这一段对话会非常的暧昧啊 对不对 因为一边跑一边都会有喘气声嘛 你觉得 你觉得 我上次 表现怎么样 我们是慢跑所以不会有闹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我自己太激动了 那希望大家多多切磋学期啊 好不好 好 谢谢两位 我的改变老师看到了 然后他给我鼓励 然后会让我更有信心地朝 朝着这个方向去继续的 但是很开心啊 因为是跟小亮PK没关系 而且其实得到了都是很好的资讯 就是我很需要的老师给我的建议 然后我就觉得是我赚到了